慈濟多國董事會圓滿落幕 今天慈濟志工菜堆 帶領美國慈濟紐約分會執行長一行人 專程來到總統府 拜會曾經擔任外交部長的 總統府秘書長楊敬天 也感恩政府部門 常年來在國外協助慈濟 推動人道援助 不同宗教的信仰的人都願意來 參與慈濟的工作 感受到慈濟的安心 侃侃而談慈濟如何在海外 成功跨越宗教的愛心外交 慈濟多國董事會才剛落幕 美國慈濟人專程來到總統府 拜會秘書長楊敬天 也感恩政府部門 常年來在國外協助推動人道援助 慈濟所發揮的 就是正好可以補足 這一部分政府沒有辦法做到的 更何況我們很多國家 跟我們沒有外交關係 我們能夠開拓對外的 人家肯定台灣的這種努力 只有大家一起 他就提到然後特別強調 台灣政府在災後就立即動員 包括慈濟 分享慈濟美國週年援助專刊 對於美國慈濟者 深耕 深耳 渣耕 慈善 獲得五十五州政府肯定 也打開台灣難見度 我們的師父也說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訴國際的人士 台灣是一個愛心之道 對 我們台灣的愛心可以輸出到全世界各地 雙方短暫敗會場面溫馨 而未來政府和民間愛的能量 還要繼續帶領台灣向國際跨出一大步 大一新聞消致捷 李建寬 台北報導 大一新聞消致捷 李建寬 台北報導 大一新聞消致的